巴基斯坦北部官員說 一枚路邊炸彈炸毀一輛客車 造成14人死亡包括兩名兒童 當局說 星期日在阿富汗邊界附近的 布洛地區夏迪爾區發生的NATURAN爆炸 至少有10名乘客受傷 警方說爆炸是由遙控的裝置控制 官員說目前還不知道誰製造了爆炸 試試看 小船 小船 金 foreign 有 小船 雲